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穷泽思辨的洛佩特吉 曾使用过伪中锋战术 让阿森西奥去客串九后卫 虽然效果还不错 但这不是黄马的长九世纪 阿森西奥在此之前 洛佩特吉曾提出引进一名中锋和一名中场 用来顶替科瓦契奇 可没有得到俱乐部的积极反馈 眼看转会窗就要关闭 洛佩特吉主动降低了自己的标准 只要求在签下一名中锋 但 据零点电台 霍西 俱乐部已告知洛佩特吉 让他信任目前的人员班底 如果非要引员 也要等到明年夏天 维尼修斯阵容瘦身引员方面 黄马不会再有任何动作 但在个别位置上 球队还需精简人员 在库尔图瓦加盟后 黄马一队已同时拥有五名门将 因为卡西利亚拒绝了塞维利亚的邀请 黄马就只能把卢宁和卢卡奇达内租借出去 据马卡报透露 包括巴列坎诺 巴拉多利德和莱加内斯在内的西班牙俱乐部 都希望得到卢宁 为了方便考察球员 并让球员得到更多的出场机会 黄马就决定把卢宁租借给莱加内斯 和黄马同属于马德里大区 其达内的二公子卢卡 则会加盟西医的埃尔切队 卢宁除了以上两名门将之外 黄马还会把德托马斯也租借出去 上赛季 德托马斯租借加盟巴列卡诺 并拿到了西医的银薛奖 随后 他就被黄马召回 并续约至2023年 因为不在洛佩特级的计划之内 他只能继续租借生涯 并接近回归巴列卡诺 据马卡报透露 巴列卡诺主帅米歇尔前黄马逼队主帅非常欣赏德托马斯 他相信后者可以和球队无缝连接 德托马斯首轮联赛迎战赫塔菲 马克思略伦特落选 了19人的大名单 虽然西班牙人和比利亚雷亚尔都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但黄马没有放人的打算 除非略伦特像科马戏奇一样 公开表达离队意愿 至于马约拉尔和巴列霍 正在养伤 也不太可能在下窗离队 略伦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ист нам cela宁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此,你们的信息已经明显了重传经过两次boardingール 感触每棍以後的防御政治、行动都是純足迟意故于 所有尽头们点感 自照出的是重步